那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 成小就做形的嘛 把这些像这样的把它剪掉嘛 那只要两个 哦只要两个 这两个把它做成那些拉帮 这个都不要 这个也不要 这个也不要 只有这个小只 这个小只把它拉拉 这可反正我帮我朋友卖 他从基地拉出来就是这样 是吗这个是盆栽不是盆井 真的没有 不能说井 哦你意思是就是从小这个也不要 这个肯定不要吧 要了这个吧 这些都不要 那这个也不能要这么长吧 原来现在做好难做了 现在做不了了只能这样卖了 原来做就好做了 这是盆栽不是盆井 你猜这个头有多少年呢 这个有 十几年最少啊 浪费材料哦 浪费呢 这个比那个加个6号去那里不是一样的了 你说是不是 哈啰 哈啰 朋友好 我是老B 今天来了一位客户啊 一个顾客 经常玩盆井的一个师傅 干承专家了 玩了好多年了 过来点点一下我这 他说的是要这个叫盆栽不能叫盆井 确实啊 首先他说这个米兰头啊 这个米兰头 当时还小的时候没照好去 老子他这个头啊 完全浪费了这个头 这个十几年数头 平平价一下我这个罗汉松 喂 我这有两颗哦 不止一颗哦 你看一下 我妈妈说说 这个米兰头 原来一走的时候就把它拉完 你现在拉的平衡就不能拉了 三十年 他已经挪过根了 我可以扎下来了 这个是雏形来的 这个比那个便宜不少 这个没有硬的 行行行行行行 给你拿回去照的话 应该能照好他吧 要不你拿回去帮我照照好了 我再过来卖 到时候你负点工钱 那你买我那个鱼树回去不也是盆栽 你又搞得漂亮又卖给别人 我搞的我 我的肯定没有 我都帮我 要时间了 我养了多少了 这位不养了一两年了 我这位师傅来的 这位 我养了一两年了 上个月收回来 这个罗汉松 他觉得还可以 他说马马虎虎 这个根他挺喜欢的 但是像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状态 他说 已经没办法再造型 这个想要好看的话 他给的建议就是 除非是拿来嫁接嘛 嫁接的话还有钱 他说这个头确实也不错 我当时也是因为这个头我才才拉的这两个 这个头确实看的很不错 就是这一棵米兰啊 这个帮朋友卖的这个米兰感觉 他说太浪费这个树桃了 这个也没办法 这个 也从基地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没办法再改 就可能这样就卖了 这些也有他的受众群体的 因为要是精品的话 精品肯定也比这个贵啊 这种也有 也有人喜欢买这样的回去慢慢来 自己慢慢来搞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喜欢老B视频的朋友啊 就点一下关注啊 下期见了 拜拜